龍尾搬得那麼多 管海馬死硬啊 清清河邊草 釣魚大頂帽 好具好具 在這麼漂亮的環境 個人都心亢神異些 咦 你看看 還有海星 和看不到看不到的蟹 是呀 不過他們快死了 沒有他 因為政府不撤回龍尾沙灘工程 這裡以後全部都是殺 你騙人 你說謊 政府說會搬生物去丁國東那邊 不過看土木工程托展處的標書 Demand要搬的只有12種魚 和海星、海膽還有海森 之前環團找到的200種海洋生物 一成都沒有 還要連憑禮物種管海馬都沒有 工程會挖起整個海蟲 留下的等死 就算有部分省水游走了 他們跟襲性回去產卵 下一代根本生存不到 有專家都說 半天一定會整死他們 接收龍尾生物的丁國東 也因為突然有大量生物進去 對原本生態造成滋擾 建議應該做一次科學試驗遷移 觀察一年看看對生物的影響 環保祝國都拿爆 標書太過寬鬆了 完全沒有說過 如果遷移造成大量生物死亡 應該怎麼補救和懲罰扮傷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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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